朋友们好,很高兴访问HT News Taiwan频道,现在 迪丽热巴黄景瑜就差官宣? 剧中CP填到你了吗? 迪丽热巴被誉为中国古典最美的女演员之一,拥有超好的身材和美丽的脸庞。 迪丽热巴和黄景瑜合作的新剧《幸福触手》可及吸引了不少网友的关注。 两人在剧中的甜蜜互动被网友称赞为最适合在一起的两个演员。 虽然最后的结局不知道是什么样的,但是网友们的愿望是值得去想象的。 据悉,迪丽热巴和黄景瑜确实被传出过绯闻,两人对此也是没有做出任何的回应。 相当于是默认了,但是据知情人爆料,两人现在不是恋人关系。 传出绯闻那段时间确实是有交往的迹象,但是现在已经是很好的普通朋友关系。 具体迪丽热巴为什么没有和黄景瑜最终在一起,原因我们不得而知。 但是网友大概也能猜出个八九不离十。 黄景瑜是有过婚史的人,而且结婚期间被爆出有家暴的行为。 也是因为家暴而离婚,这样有劣迹历史的男人,迪丽热巴肯定是有所顾虑的,对迪丽热巴来说。 一段美好的恋情才能更有助于自己事业的发展和人生的幸福,所以小夕觉得迪丽热巴做的选择是非常正确的。 但据知情人爆料说黄景瑜对迪丽热巴确实是非常好,但是可惜的是迪丽热巴最终没有选择她。 不管怎么样,每个人都有自己幸福的选择权,也祝福他们二人能够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另一半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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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